车辆从博爱停车场出来原本是右转行驶 但因为配合仁爱桥施工 停车场出来的车辆现在一路要改为左转行驶 市议员郑文庭说 日前有民众因为标志不清楚而右转被取缔 因此他特别到现场会刊了解 相关的指示标志是否清楚 街道民众的成情主要是说 因为当初一开始变换行车方向的时候 它的标示不够清楚 所以有些民众还是原本的驾驶习惯 出了这个出口马上就会右转 因此会造成交通上的一个危险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一分局 以及我们交通署 他们已经在会刊前赶快把这个号置 以及相关的一个安全措施都把它做出来 让我们的车辆出了出口以后 就可以往左边来行驶 那另外也要特别呼吁民众 因为有些民众贪图方便 会在这个短短的80公尺的地方看到没有车 他就会偷偷的右转 那节省这个他的行车的一个时间 那事实上这样算是一种危险的一个驾驶 我们也呼吁民众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顺着这个行车的方向来行驶 市议员郑文庭也提醒驾驶人 施工改道期间要遵守行车方向 确保行车安全 另外市议员郑文庭也和里长 亲自到画面中的爱三路和南荣路口 会看人行道高低落差的问题 也和相关单位设法研议解决 这个地方民众城勤主要是 这边有一个高低的一个落差 那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一边 弄成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斜坡 让民众不会有这个高低落差 产生跌倒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是希望说交通处 如果说全部把它改成平缓的坡道的话 那这样子可能工程上会花费比较多 那可能需要交通处来帮忙 画一个人行道的一个标线 那做一个区隔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说 因为颜色一样 那在行走的时候 一时疏忽就会跌倒 我曾经看过边看手机边走着就跌倒了 市政府愿意执行的话 当然我们离邦是会赞成的 会配合的 针对民众所反映的事项 市议员郑文庭相当重视 透过会刊一一改善解决 希望维护民众行的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所有民众有视币的供行 ه和观众 吉喻 不愿意